大家好,我们在春节兰花新芽出土之后呢,也就进入它一个营养快速生长期,那么在这个期间呢,一定要及时的用肥来促进这个新芽的生长,要不然呢,这新芽可能会出现瘦弱,甚至是夭折的现象,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补充撞牙肥才行,可是很多花友家里啊,可能没有备有这个兰花的肥料,那么怎么办呢? 其实我们家家户户里面都有的一种水啊,就可以拿来浇灌给兰花,可以起来个很好的撞牙效果,那么这个水是什么水呢? 这个水啊,就是桃米水,桃米水呢,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甲元素和其他的营养元素,这个甲元素呢,就能够起来个很好的撞苗效果, 那么桃米水,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它的一个制作方法,我们首先先把它放置一段时间,沉淀了之后呢,我们取它的上层青叶来发酵腐蔬就可以了, 因为兰花特别喜欢干净,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太过浑浊的这种肥料的浇灌,然后发酵腐蔬的时候,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光照特别强的地方, 至少要一两个月左右,发酵腐蔬好像能够使用,如果想要更快的发酵腐蔬,又能够去除异味,就可以在将它发酵腐蔬的时候呢, 在里面加上一点这个EM原路,这个EM原路呢,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,它可以加快这个油锡质的分解,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,像我这个发酵腐蔬之后呢,就是没有什么异味,而且还带有一股这种火香味,是比较好闻的, 然后我们发酵腐蔬后,在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,对水稀释,再来浇灌给这个兰花就可以了, 但是呢,大家要注意啊,我们这个桃米水用的次数不能够过多, 因为现在呢,是处于这个新芽的快速生长期,除了要补充充足的甲肥之外呢, 其实淡肥也是不能够缺的,新芽生长啊,主要是靠淡肥, 甲肥的只是起了一个壮苗的效果, 所以呢,我们还要结合上这个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,这种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,来促进这个新芽的生长, 这个兰科营养液的话呢,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,对水稀释7到10天左右灌一次根, 这样呢,两种肥相结合起来给这个兰花浇灌,既能够有效促进新芽的生长,又能够养它养得更壮, 所以呢,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桃米水啊,大家可以经过处理之后呢,拿来浇灌给兰花, 可以让兰花的新芽养得更壮,后期的长势还会更好,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节见。